短的结构性变化,为什么说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? 国际新闻演,沐州理事会 能源问题,人水能否 战五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近进展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 称乌克兰当局依然在扎波罗热核变战进行挑衅 对该地区进行炮击 埃尼尔戈达尔市遭炮击 还记者曹圣纪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 尽管有国际原本机构代表在场 在扎波罗热核变战 区利安全区的提议进行研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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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